首先啊咱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时候咱讲的东西啊 上个时候咱讲的呀这个 呃一个是这个异常处理是吧 对吧 来首先看 呃这个异常什么叫异常啊 错误的一种表现 错误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首先你要明白 什么叫异常 异常是由错误产生的 对不对 是错误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啊 在python当中 python当中是不是统一了这个 这个类型与类啊 对不对 你这个异常是不是分成很多种类型啊 对不对有那种各种各样什么是 像这个aa的爆发是不是name error这种类型的呀 对不对 而python是不是又统一了类型与类 所以说异常在python当中是不是就是有 由一个个内置的这种异常类这种方式来体现的 是这意思吧 好这是异常啊 那这个样子介绍 上周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python当中的异常种类 常用的 有哪几个呀 attribute error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对象去调用自己的这个属性的时候调不到 没有的时候是不是会爆他呀 好 io error就是操作文件的时候 对不对 跟io有关 io不就是input output 对不对 叔叔叔啊 还有导入模块 啊 还有这个语法错误呢 这个这个这个 i didn't什么什么东西 啊 还有index error 是什么 是不是所以 超路边界呀 然后 还有k error 是不是就你字典的呀 对不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哈 你自己这个像这个 啊 是不是contra c的 你的程序如果被contra c中止掉了 报这个异常 还有这个name error 是什么 你调用一个不存在的这种名字 对不对 不存在的名字 然后这个是什么 语法错误对不对 啊 还有这个 类型错误对不对 像你转换成一个这个int 要去转换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里面是什么呀 是包含的是一堆字符 这种方式是不是int转换不了啊 他就会报这个错误啊 还有这种value error 好 这是一些这个异常种类哈 什么时候会触发上面这些异常的 异常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异常啊 但是看都不常用了啊 然后怎么样触发一个index error呢 就这种形式 比方说你有一个列表 列表总共有 两个值 但是你要取到第三个值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报index error 那什么时候触发这个 叫什么 key error 是不是就有一个字典 你取不到这个k了 对他会报k error 然后value error 就是什么呀 啊 你要转换一个类型 我刚才那样说有问题啊 是你 这种情况是会报value error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报那个 我说的没问题吧 啊 啊就是他哈 他他他就会报这个value error 啊这就没什么的啊 来 看什么叫异常处理啊 刚刚明白了什么叫异常 下面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异常处理 啊 什么叫异常处理啊 要搞清楚异常处理 你得明白为什么要进行异常处理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进行异常处理呢 异常一旦出现了以后意味着你程序是不是出现错误了 你的程序是不是只要抛出异常就意味着你程序在当前有异常这个位置是不是就终止掉了 后面代码都不会运行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 咱为了解决你的程序 啊 运行着运行着突然间就崩溃掉了这种 问题 咱是不是要进行这种异常处理呀 我可能会爆发异常的这种点给他处理掉 啊这就叫异常处理 还有这个为什么要进行异常处理 咱就说了啊 没有人会用一个运行着运行着就突然间 中断的这种软件 是这意思吧 对吧 好然后 如何进行异常处理呢 咱讲了一个f判断式的 f判断能不能进行异常处理啊 可以吧 你在没学异常处理之前 你使用的是不是都是f判断的方式来避免你这个程序出现错误 是这意思吧 来 当然f判断是不是有很多这个不好的地方啊 对不对 你首先你只能针对是不是某一段代码针对不同代码你是不是需要写重复的f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你在程序当时频繁写与程序本身无关但是与异常处理有关的f就是在 这个写这个怎么办的让你的这个程序的可读性变得极其的差 是这意思吧 好 然后 你要知道f实际上是可以解决异常的啊 是可以解决异常的 完了以后python是不是给咱 专门定制了一种语法结构 专门来做这种异常处理这件事 是这意思吧 啊比f判断要好一点啊 python怎么样去给你提供这种这种机制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 try 一个accept try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尝试然后你你需要把你想要检测的代码块是不是放到try里面啊 然后accept是不是去捕捉 这一堆代码块 可能有很多行 对吧 啊 他可能爆发的这种异常类型被我accept是不是捕捉到 是这意思吧 我的accept是不是就相当于就就类似于if判断当中的那种alif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好那说到这个位置以后啊 你要知道 accept是不是有多分支啊 你是不是可以连着写accept 一个accept是不是捕捉一种异常 一种异常后面就是一种异常的这个类 一种异常类哈 然后 这是多分支的概念哈 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位置写了个I字E 这代表什么意思 把这个异常是不是做了一个重命名啊 一旦你上面的代码爆了一个indexerror 我就用这条except捕捉到 然后把它重命名为E 下面打印它是不是就OK了 好你要知道 你这个打印print 实际上都是在掉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indexerror 我说print 我讲面向对象的时候 print它实际上都是在做什么事 是不是 是不是都在掉你对象 内置的那个 杠杠str方法 是这意思吧 你来看上面这是不是一个类啊 对不对 就是一个类产生的就是异常的一个对象哈 产生一个对象 然后 这个这个对象内部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杠杠str方法 是他才能够被咱print打印呢 否则的话你打印一个对象 他是不是就是一段地址啊 是这意思吧 一段地址啊 你这点要知道一下啊 为什么要说他呢 因为下面在有一个是不是自定义异常啊 对不对 你看来直接跳到自定义异常 自定义异常是不是就是自己在定义了这么一个类啊 对不对 自己定义一个类 然后是不是基成一个异常的鸡类 except人的鸡类 然后再在这里面是不是来一个什么 构造 还是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给他来一个纸 然后给他 封装到实力里面 然后是不是自己一定要定制一个str方法 这样是不是才能够被print打印呢 对不对 然后你看 咱try的时候 这个家又来了一个 怎么样去主动触发异常 是不是用raise方法啊 raise然后触发的是什么异常啊 是不是咱自定制的这种异常类 然后实力化产生的一个异常对象 是这意思吧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捕捉到他 然后I字E 然后一打印是不是就触发他内部的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内部的str方法是不是就把把把把什么打印出来了 把实力的是不是那个message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好 这是就是涉及到两个支点 一个是自定义异常 就是在写一个类 写一个类 然后主动触发异常 是不是就用raise去触发呀 好 这是这几点 然后完了以后啊 还有多分支完了以后是不是还有万能异常 万能异常是不是就是exception 可以捕捉所有的包含所有的包含在内了啊 然后什么时候用万能异常啊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下 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下 是不是你用它来做呀 是这意思吧 可不可以直接这么用啊 try直接exception 没问题对不对 没问题啊 然后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哈 就是就是这种情况什么事用呢 就是说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异常 然后所有的你未知的这种的这种东西你都想要 啊 未知的异常 你都想要使用一段逻辑去解决的要么是 我直接全都丢弃了 我什么都不处理 直接一个pass或者一个print 是不是代表着我对这些未知的异常 统统不处理 是这意思吧 要么是 要么是另外一种情况 哪种情况呢 你对所有的这些未知的异常想要统一使用一种逻辑去处理他们 是不是也是这种所结构就可以了 tryexception 就可以了哈 好 但是如果 你想要的这个效果是 什么样的呢 无论出现什么异常 不是他了 不是他了啊 这刚才说的是不是他 然后如果你想要的效果是对不同的异常 需要为其单独定制 不同的逻辑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必须用到多分支 就必须要用到多分支 就这种情况了 好 也可以怎么办呢 像像if else那样对不对 if是不是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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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一个else 是这意思吧 最后那个lf 是不是就是 上面的情况都不满足 是不是我最后考虑最后这一种情况 就像这种了 有这种异常 那我就做这件事 有这种异常 我就做这件事 有这个就做这件事 如果上面这些都 这这些异常都不满足 那 上面这些异常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这段程序 触发了异常 但是这个异常不是他 也不是他 也不是他 那我是不是就是 执行这条件 是这意思吧 好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因为 异常处理这个 try x 当中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语法结构 是这个else 对不对 这个else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呀 没有异常 当这段代码 就try后面给人代码 没有异常的时候 是不是我会执行 else的代码 注意他 比较特殊 哈 好完了以后 再就是这个断言 是不是就 和sert 和sert 然后断言 然后 这个 tryxap 方式比if好 好在哪呢 好在哪啊 你看 if是不是对 不同的这种代码 对你是不是要单独为其写不同的if判断 但是 但是 try呢 try是不是可以把一堆代码 是不是是不是放到一起 我统一去捕捉他们有可能出现的异常 是这意思吧 因为python是不是给你提供了这种丰富的这种异常的类型 对不对 对吧 你直接就可以 跟tryxap结合到一块 就统一进行捕捉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个 tryxap 比if 判断的那种方式可以更节省代码 让你的代码更清晰 更清晰 这个 把错误跟真正的工作分开 把错误 什么叫把错误跟真正的工作分开 什么叫真正的工作呀 try里面那个代码是不是就是真正工作 try后面跟的代码是真正的工作哈 然后tryxap是不是 你附加给你的真正工作之外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逻辑 这个意思吧 好 然后代码比if判断是不是更清晰了 更易组织更清晰了哈 然后毫无疑问更安全了 就是tryxap 是不是本质上就是在做异常处理 他你你做完异常处理以后你的程序是不是就会变得 这个更健壮一点 是这意思吧 变得更健壮一点 更不容易崩溃 更不容易崩溃哈 完了以后 这家说了一个 if判断也可以进行异常处理 不要以为 只有tryxap他可以哈 只不过if判断不好 是这意思吧 好完了以后 还有什么呢 这都没什么了哈 这个讲了一个这个什么时候用异常处理 什么时候用异常处理 千万不要觉得有异常处理以后 你就可以随便写你的逻辑了 你应该 就虽然有tryxap但是你也应该本着一个尽量少用他的原则 是这意思吧 因为tryxap他本身就是你附加给你的那个真正工作之外的逻辑 能懂什么意思吗 所以说应该尽量少用他用多了 你的这个这个程序仍然可动性会非常差 你想你一个try 后面跟一堆 一个xap 是这意思吧 可动性仍然会非常差 是这意思吧 好什么场合用呢 只有在你有些异常根本无法一致 的情况下你才应该加上tryxap 其他的逻辑错误应该尽量修正 异常处理 要记住了 本身就不是你这个 这个错误逻辑的这种擦屁股指啊 好 这是这个异常处理的这个 这个这个 简单复习 完了以后 上节课是不是还讲了这个socket 对 来讲socket 首先给大家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对不对 啊就是cs架构了啊 什么叫cs架构啊 一个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端对不对 就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端哈 然后这个 呃 为什么要学学socket 为什么先带你看了一下这个cs架构呢 因为咱学socket是不是就是为了自己来用socket 啊 这种方式来写一个服务端写一个客户端他俩之间是不是进行通信 是这意思吧 没问题吧 好那说到通信了 问题就来了 通信服务端是不是要跟客户端通信 是这意思吧 那通信的方式有很多种 啊在自己这台机器上你怎么通信呢 你怎么实现写一个服务端程序 写一个客户端程序他两者之间进行通信 啊在自己这台机器自己跟自己玩 啊说这个有点早了哈 来先不要说他来上次讲了要写服务端要写客户端他们中间是不是要进行通信 对不对进行通信通信 你来想啊 怎么样去实现一个服务端跟客户端进行通信呢 可以进行这个这个基于互联网吧 是这意思吧 因为生活当中你遇到很多服务端客户端架构 是不是像比方那个那个 这个你访问网站 是不是得有一个这个浏览器 然后是不是还得有一个网站 是这意思啊 还有一个网站 那你的浏览器 这个是客户端 网站是服务端 也有人把他称之为bis加工bis加工是不是就是一种cs加工啊 就这意思啊哈 那你有一个服务客户端 有一个服务端 你怎么样完成浏览器能够访问到那个网站里面的东西 中间是不是要进行通信 那通信这个通信的介质是 是什么呀 什么呀是不是网络呀 对不对你现在要想访问一个京东的网站你是不是必须我这台机器能上网才行 对不对 你说我现在就是具没具备客户端软件 具备了吧 去客户端软件就装了个浏览器吗 那我具不具备这个这个这个不是我具备具备 就是那个那个百度那个网站存不存在 存在吧好 然后如果我咔我自己的网给断开了 你说 你现在浏览器能访问到百度的网站 是不是就访问不到了啊 就是客户端与服务端之间必须是不要经过一个介质 这个介质可以是互联网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说到这个位置以后咱就不得不先把这个互联网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意思吧 好那互联网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呀 互联网的核心是不是就是一堆互联网协议啊 就是一堆标准嘛 就是一堆标准啊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比较 全世界的人要进行通信 你得有一个 有一个统一的协议是什么 语言就英语对不对 对不对 那全世界的计算机要进行通信也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志是不是就是互联网协议啊 他们是一样的啊 好完了以后啊 这个互联网协议人们按照这个它的功能不同 在逻辑上是不是把它分成七层啊 好我就这个不磨叽了哈 好为什么学习Sullgate一定要学习互联网协议你知道了吧 为什么呀 你用Sullgate是不是就要写服务端和客户端 服务端和客户端的一种通信方式 是不是就基于网络 那你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个网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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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学会了 你是不是才知道服务端跟客户端应该怎么样 通信通信是不是就在收发消息啊 啊就这意思啊 好 来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是不是OSI这个五层协议啊 对不对 底层是物理层 他写的是媒体啊 这是接别人的图 物理层 然后上上是链路层 链路层是不是网络层 网络层上是运输层 然后在这上是不是应用层 那你告诉我你写的这个Sullgate 你是在你用Sullgate进行编程 你写完的结果是什么 你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什么呀 来不用Sullgate的编程来就现在用用用Python 你写了一堆代码 你写的就结果是什么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编程吗 你不知道你现在都不知道你为什么 要编程了 你写你用编程不就是为了来实现某一个功能吗 对不对不就是为了写一款软件来帮你做某件事吗 是这意思吧 对吧 可以为你做什么事呢 暴风影音为你做什么事 是帮你播放电影 QQ音乐呢 播放音乐对不对 对吧那Word呢 是不是帮你处理文档啊 你用Python你编程是不是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是不是就是来来写 写出的是不是软件 软件是在OSI7层的哪一层 是不是在应用层啊 那你写的Socket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也是在开发一款软件 开发一款什么样的软件是不是 CS架构的软件 是这意思吧 那你的CS架架架架的这个程序都运行在OSI7层的 应用层是这意思吧 好那既然是用运行在应用层 运行在应用层问题来了 你应用层 写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开发的软件 那怎么样收发消息是不是你自己定义的标准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你自己写程序吗 完全自己定义 没问题 但是 你写完的这个程序啊 收发消息再往下走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消息是不是要从上往下进行风包啊 讲集团基础的时候说过哈 因为到一定要到最下层的网 网卡内层是不是转换成0100的方式 是不是才能传到对端去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发消息是自上而下 那自上而下意味着你写的软件 的消息必须要交给 下一层是谁 是不是传输层啊 那传输层是不是跑的就是TCP跟UTP协议 意味着你写的这些这个软件发的消息 必须也要符合TCP跟UDP标准 是不是这意思 那问题来了 你要不要把TCPUDP全学一遍 是非常非常复杂对不对 会影响你的开发效率 等你学完了 等你学完了也就晚了 然后 针对这种情况 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开发效率 这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这个参数层跟应用层之间引入了一个抽象的层 是不是SullKit层啊 对不对SullKit层就是什么呀 传输层的 是不是一种封装啊 传输层以下 应该准确的说是 传输层以下的这些协议的 一种封装 是这意思吧 只要你按照SullKit这个标准去 协议的软件 那你的这个数据自然就是符合TCP UDP标准或者是IP协议的标准 是这意思吧 这样就意味着下面这些复杂的协议 你就不用重新学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SullKit层就是这么来的啊 完了以后来讲了一下SullKit的发展史 最好最开始是不是伯克利大学啊 他也称为这个伯克利套杰字 BSD套杰字 然后这个套杰字最开始的时候是用用在哪上面呀 一台机器是不是多个程序之间进行通信 是这意思吧 那一台机器多个程序之间通信是基于什么方式通信的 什么方式 是不是基于底层的文件呢 对不对 因为甭管你这些你这个你这一台机上起多少个程序 所以他最后是不是都要访问底层的文件系统 对不对 所以说我底层 基于底层的文件通信 那就可以实现这个这个这个 不同的程序之间 互相交换数据了啊 那这就是第1种 套杰字 家族 套杰字家族 什么叫套杰字家族呢 就是一种 一种套杰字类型 专门用来做什么事情 AIF UNIX 叫 那个Family 什么意思 是不是地址家族 UNIX的地址家族 UNIX是不是一切接文件 所以你使用这种方式来作为你 套杰字的这个这个这个地址家族的话意味着你的套杰字写出来的程序 通信戒指是谁呀 通信戒指是不是UNIX的系统的底层文件 是这意思啊 然后咱现在是关注的是不是都是这个网络编程 用套杰字是不是进行网络编程 那意味着你写一个服务端写一个后端 底层的通信戒指那是不是就是互联网啊 那只要是互联网你就需要使用的这个套杰 套杰字家族是什么呀 是不是AIF Internet AdressFamily Internet 然后AF还有这个这个 Internet6就是IPv6 IPv6没有普及 所以不要关心他了 咱现在主要就关心他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知道 你基于socket进行的网络编程 你的地址家族是不是就 Innet呀 不是 inet啊 好完了以后讲了一下套杰字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呀 咱举了一个这个这个TCPIP协议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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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对不对啊 你要知道 socket是不是传输层以下的协议的一种封装 是这个意思吧 那传输层以下的协议有TCPIP有没有UDPIP啊 是不是也有啊 但是咱就用TCPIP先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TCPIP的socket 通信的流程 我给你举了一个什么例子 是不是跟打电话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那打电话 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接收端 得有一个发送端 对不对 啊 准确的说得有个人在那听电话 有一个人在那这个这个这个 播电话 对不对 对不对 那 他的流程是什么呀 服务端 创建一个套杰字对象 对不对 这就相当于干了件什么事 是每个电话 你写一遍吧 这是哪一天的 是32天 不是32天 这个 有 这你们都很熟了是吗 在这 这个但是 来第一步是不是服务端 这个服务端 咱先讲服务端 服务端是不是要买手机 买手机是不是 你首先得这样哈 真正套件字编成是不是 AIMPORT SOCKET 然后买手机 应该是 SOCKET SOCKET 然后 是不是括号啊 括号是不是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写上地址家族 SOCKET AF AIMPORT GAR NIGHT 对不对 啊 你要知道这个 函数啊 这个公产函数里面是不是有三个参数啊 但是我是不是给你只讲了两个呀 对不对 第一个是什么 套杰字家族 第二个什么呀 是不是套杰字的类型啊 对不对 套杰字类型这个叫什么 叫STREAM SOCKSTREAM 是吧 STREAM啊 是他吧 然后第3个这个参数不要管了使用默认就行了啊 应该是叫Protocol等于零 利用那个默认就行了 只关注他两个 第1个是类型第2个 第1个是弟子家族第2个是不是套杰字类型 套杰类型叫SOCKSTREAM是不是流式的意思 流流字节流就水流的流嘛 好 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手机买过来了 那就这是相当于把手机买过来了哈 等于他 然后手机买过来 是不是要绑手机卡 绑手机卡呀 那就是什么呀 帮的 帮的要绑的 注意一定是一个远祖的形式 对不对 然后这家是127.0.0.1 然后要写上一个单口 对不对 对吧 然后注意这个位置 我说过哈 有人是不是也把套杰字称之为IP加单口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呀 又跟你 你最终你要基于SOCKET要干什么事有关了 你基于SOCKET 是不是要写一个服务端 要写一个客户端 然后服务端要干什么事 服务端是不是要放到一个网络当中 提供服务 对不对 然后客户端呢 是不是分发给互联网中 各个的这些人 谁想要我是不是发一个给他 下载一个给他吗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 西伯利亚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 用互联网要想访问咱这个教室的 SOCKET服务端 西伯利亚一个人呢 他下了一个客户端 要想访问咱 这台教室 咱这个教室里面 的一个什么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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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服务端 那怎么办 他中间通信的介绍是不是互联网 那互联网问题来了 你怎么样通过互联网来找到我的服务端 这是一个问题啊 怎么样找到我这服务端呢 怎么找到 首先你需要通过一个IP地址是不是能够找到我这台机器在哪个网络当中 是这意思吧 这是不是IP的功能 是这意思吧 通过IPIP里面是不是还隐藏了一个马克地址的信息 IP都是配在网卡上的嘛 肯定有一个 骂和地址信息 是这意思吧 好 那通过IP能定位到这个网络在哪 我这个教室在呢 这不是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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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台机器教习 我这台机器在哪个网络当中 然后我通过骂和地址是不是能定位到 我这台机器在这个教室哪个位置 是这意思吧 好这就是第1段的一个意义 缠释 缠释明白了哈 那这个端口又是什么意思呀 通过IP是不是已经能定位到我这台机器在互联网的哪个位置 是这意思吧 然后通过端口是用来定位什么的呀 这台机器上唯一的一个程序 就是我那个Sugget服务端 是这意思吧 所以你要知道哈 IP加端口就是用来标识 一个程序在整个互联网当中唯一的一个位置 是这意思吧 好所以说这是他的用途啊 然后 下一步是不是开机 开机是不是就foam点lason呢 lason写个5 这个5又是什么意思呀 最大链接数 最大链接数 最大挂起的链接数 挂起链接数 因为是不是给你讲了一个半链接的概念呢 backlog 所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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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的这个Sugget的通信呢 是不是都是基于 Sugstream 就是TCP 是这意思吧 咱写的这个都是基于TCP通信的吧 那只要是TCP通信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通信呢 是可靠 它是基于什么通信的TCP 是不是基于一个双向链接进行通信的 是这意思吧 那双向链接通信意味着 每一次通信是必须要先把这个双向链接给建立好 是这意思吧 那建立双向链接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一堆人都跑过来想要联网服务端 我能瞬间全部都响应到吗 不能吧 怎么办呢 是不是先放把他们一堆请求 是不是先放到一个一个对链 对链你不知道是吧 对链不知道那你就不要管了 你相当于 放把这一堆请求请求啊 跟我见链接的请求 是不是先放到一个小屋子里面 先缓存起来 是这意思吧 然后我是不是一个个去拿这个这个请求 然后跟他见链接 完成见链接啊 所以这个lason 就是那个最大挂起的链接数 你要知道 然后这个位置调成5 没什么卵用 没什么卵用啊 因为你服务器还会有相应的这个优化手段 这个位置 写也不应该写死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你要知道你看你这个位置是不是写死了 那你这个位置IPD是不是也写死了 是不是不应该写死呀 可不可以单独拿出来定义一个 变量的方式 可以吧 可以在这个位置来一个IPPort等于什么 什么 怎么样 是不是他不放到这 然后怎么写呀 是不是IPPort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叫backlog 等于什么 等于5 然后这个家写什么 是不是以变量的方式 是不是提出来 提出来这一堆东西可以怎么办的 是不是就可以用货是不是动态的去配置就行了 你可以把这一堆信息直接写到哪里面去 是不是直接定义到配置文件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一会一改你的套接字的这个主逻辑是不是就不用动啊 好 完了以后 然后等电话应该是什么 付问点 accept 对不对 accept 注意等电话你的这个程序 对程序来说是不是要一直卡在这个位置 是这意思吧 要一直卡在这 然后等电话会返回一个什么信息 一旦有链接过来 他会返回什么呀 是不是会返回一个远组信息 远组第1个参数是不是你的链接 第2个参数是不是一个ADDR啊 所以说我可以 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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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之前交给你们那个 解压吧 对数据的解压讲过吧 两个变量 两个变量是不是接收后面一个可连接对象 对吧说过吧 解压数据系列啊 然后第1个参数 第2个参数等于他 那他是不是就接收到第1个值了 他就接收到第2个值了啊 CON是不是就是我的那个 在咱的例子当中应该相当于咱拿到了那次电话链接 对不对 在TCP当中应该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就相当于三次握手那个双向链接呀 对不对 因为咱不是基于TCP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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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吗 对不对 CON就在等着 客户单是不是来给我发起 TCP链接请求 是这意思吧 一旦链接成功了是不是就 会复制给这个 CON呢 就这意思啊 然后收消息是什么呀 RESAV 对 大家都知道是 RESAV 那是谁 RESAV 谁呀 是不是链接的RESAV 链接的RESAV 啊那写到这你就知道了 写到这是不是就写死了 你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定一个变量的形式 size等于什么 是不是1024 然后下面是不是 RESAV 叫 RESAV 然后这样是不是就是收到了消息啊 啊然后发消息呢 CON 是不是SIN呢 啊是不是 DATA 是这个意思吧 注意了收发消息一定都是什么类型的 什么数据类型 这都是字节的呀 一定要知道都是字节类型因为网络传输 网络传输 是不是都是这种二精致的方式 二精致的方式 然后断开电话链接是什么 CON.close 是他吧 关关机呢 FOREN.close 是他吧 好这是这个服务端啊 服务端 那这他刚才提取的这一堆信息可以直接写到配置文件里面啊 这样就写活了 然后对于这个客户端来说应该怎么做啊 客户端 是不是也要一个手机 对啊要一个手机哈然后手机完了以后就这个这一步是不是就免了 对不对这一步就免了哈然后这一步是不是也免了 然后 这一步没有这只有服务端有对不对那直接就是什么 打电话啊所以说直接就是 拨通电话链接对不对 对不对拨通电话哈 拨电话 就是键链接然后就是FOREN.close 然后是什么呀 是IP加单口啊 connect就是来键链接嘛正好对应的服务端的哪个操作 connect对应服务端哪个操作 是不是 accept呀 客户端的connect 跟服务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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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 就是在建立什么东西 建立链接建立什么链接 是不是就是为了建立TCP三次握手那个链接呀 所以说这一步你要知道他背后就是在发起TCP三次握手 然后完了以后客户端是不是 服务端在那收那客户端是不是就应该先发了 发消息 收消息 那发消息应该用谁谁发呀 是send 那是谁来send呀 谁呀 是coun吗 客户端是不是根本就没有coun呢 那就是FOREN.send data 注意了这个data是不是一定要是bite类型 啊 那怎么样变成bite类型 可以点encode的吧 如果他是一个字符帅类型是不是可以直接encode的 指定一个字符研码也可以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bite 然后是不是data然后什么 encoding等于 又填挖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一回事啊 然后收消息是不是就FOREN FOREN.IECV 什么呀 是不是buff size 啊就那个尺寸啊 然后完了以后要断开电话链接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是不是就FOREN.CLOSE是不是就可以了 FOREN.CLOSE 好上次是不是就讲了这么多 好 复习到这 啊 好上次 好上次 好上次